我們今天夜深的一天的導演會來到現場 來見我們守護老術的這一些行動 因為夜導等一下有下一個行程要講 所以我們先讓夜導 就是表達一下他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拍電影 第一組我明白 但是我知道說 作為一個導演或一個製作人 在我電影還沒有開拍之前 在我還沒有開進記者會 在我還沒有 真的所有的 背棋之前 什麼都可以幹 什麼都可以幹 即使我今天已經拍了兩天 我覺得效果不好 或是有什麼問題 我都還可以重拍 就是可能要花多一點點費用 可是就我們剛剛詢問教授的看法 現在根本假設 這個大巨蛋是一部電影的話 連開拍都還沒有開拍 是現在還在前置作業而已 所以我雖然不是這個研究建築 或是研究這個都市規劃的 但是我以一個導演的身份 製作人的身份來想這件事情 在還沒有開始之前 我當然都可以更改 尤其現在如果爭議有這麼大 的話 所以我必須說 趙老闆 我們在做球給你啊 遠雄這麼大的機構 對不對 我們趕快讓你 這個是你之後 巨蛋從開始到現在 有這麼多的爭議 之後就真的要落成了 現在真的是讓所有的人 包括現在國務建管 有這麼多路客來 現在是真的讓全世界都在看 這個將來這個大巨蛋 到底歷史定位會是什麼 它只是一個娛樂場所嗎 只是一個賺錢的地方嗎 還是它真的是能夠跟我們的都市 跟我們的居民 跟我們的台北市的這個市容 跟我們的大自然 能夠合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建案 一個建築物 我這張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辦法看 那 可以嗎 還沒關係 我 我這裡有一個照片 這是 我的一個臉書朋友 他現在住在法國 一個叫做 Cromier的一個小鎮 這張照片很簡單 就是一個馬路上 在斑馬線上 都有一棵樹 就斑馬線上那棵樹 他都沒有把那棵樹砍掉 他就在斑馬線上那棵樹 欸 讓他圍著 繼續 他就把那棵樹圍起來 連法國這樣一個小鎮 這麼小的一條馬路 都可以為了一棵樹 就把它圈起來 不要老實說 法國那個小鎮 砍掉這棵樹多容易啊 就砍掉了嘛 相信也大概沒有多少人 會去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一種態度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講的 其實我們不是說 啊 樹怎麼樣 你說 老實說 我們現在在場的所有的人 樹砍下來 對我們大家說 真的是 能夠多賺多少錢嗎 沒有欸 我們也不是為了這個 我們為了就是說 這是 我們所有的 地球上的生物 不都是和平共存的嗎 憑什麼 我們人類因為 比較有勢力 我們發明了這些很多的器具 我們發明了這些很多的都市規劃 我就可以說 啊 這幾顆樹 十幾顆 二十顆一百顆 都把它砍掉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張照片 我會再貼到我的臉書上 更多的人看到 因為我覺得 真的 現在都還來得起 現在才在 什麼階段而已 任何的規劃 而且 今天我們的單位也提出了一個 我們的規劃 也要提供給遠熊做參考 提供給台北市政府做參考的 在開拍大道城之前 我也是因為台北市政府 這個電影委員會 他帶我到了這個 北投去看一塊地 然後說啊 這塊地呢 這裡可以整地 那就可以當作影視基地 可是我去看了之後發現 有非常非常多棵 五六十米以上的大榮樹 然後當然 當時也是跟我們講說 啊 如果這邊要開發整地 要整地的話呢 這些樹啊 都不能移動 怎麼怎麼 我的意思是 欸 那我那裡都可以移動 為什麼這裡就要動 為什麼這裡就要砍樹 這個也是我們很基本的啊 我們一看到 我當場到那個現場去看 雖然地非常的大片 我也想說 哇 如果我在大大榮成的片場在那邊蓋 蓋完了之後呢 這邊就留下來當作一個 以後的片場 有多少的觀光 對不對 看完電影的人 喔 其他劇組都可以來拍 那當然是我自己 一廂前面的想法 但是上面就是有這麼多老樹 你只要真的走到現場去看 你看到那個老樹 你會覺得說 蛤 難道我為了拍一部電影 就要砍這些樹 怎麼砍得下去呢 砍一棵我晚上 土地公馬上來拖牌 馬上土地公土地婆出來說 欸欸 你今天等一下躲著 包著你這部片 絕對是生意不好 沒有人看 因為你居然為了拍一部電影 砍樹 所以當然 我覺得這都是已經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則了 但為什麼這個這麼基本的原則 連我不是做都市規劃 或者我也不是做什麼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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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建案建築的人 我都理解 我只是一個電影導演 我都理解說 如果我真的要開發這塊地 我們這些樹一定都要讓開來的 為什麼 大巨蛋做不到 我相信做得到 我在這裡選擇 我相信趙老闆 你做得到 我相信你那個 可能一直那個 那個欸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暫時 聽不懂我們所說的 聽不懂 這邊單位提出來的這些報告 我相信 想你仔細的去看 甚至我也歡迎 就像今天 我們的這個 主辦單位所說的 請趙董事長來嗎 趙董事長 你是不是真的有到現場來看過呢 還是你只是在辦公桌上 看到這些圖 然後 就要出去了呢 這些 我們現在在上面看到的這些圖 這張圖已經秀出來了 你看 在斑馬線上 那樣的一棵樹 它都可以把它圍起來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這個做不到呢 這個 這個是很 應該是非常基本 很簡單的 甚至應該是說 現在我們提出來的這個方案 如果遠雄到時候真的做到的話 我們去說 應該我們都給他拍拍手 給他鼓勵 都覺得說 不錯喔 你真的有 照我們的這個方式 把這些樹留下來 跟這個當地的李民 跟台北市的市容 跟大自然和文一起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真的 請這個台北市政府 請遠雄趙董事長 再仔細的思考 為什麼法國的一個小鎮 都可以做成這樣 台北市即將要申請為 世界設計之都了 當然這也是一個笑話啦 全世界只有台北市去申請 當然我們就入選了 2016年我們就是台北設計之都 全世界的我們去申請 全世界的我們去申請 那申請就通過了 還好有通過 不然就是被打架 那我通過了 好 那我們現在既然是設計之都 來吧 我們就成為一個 真真真正的世界的設計之都吧 只要能夠 經由剛剛那樣子 欸 剛剛那樣子 連我都聽懂了欸 剛才同學們這樣子講出來 連我都聽懂了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跟遠雄 都聽不懂呢 我都聽不懂欸 對嗎 我都聽不懂 為什麼市長 為什麼趙董會聽不懂 這個很奇怪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市長島裡面 我們可以先講這個嗎 國父紀念館的地方 還是剛剛已經有講的 連國父紀念館的樹也要砍 請問跟國父紀念館有什麼關係啊 為什麼要砍國父紀念館的樹啊 國父紀念館是我們每年金鐘獎 或是只要來到台北市金馬獎 辦的盛會的地方 連國父紀念館的樹都要砍 是什麼意思 而且講難聽一點 欸 這跟風水有關欸 那個地方剛好是國父後面的 那一排樹欸 我們現在一個人齁 如果說欸 你們家那個祖墳齁 後面的那棵幾棵樹要砍掉 我跟你講 絕對是拼拼的啦 國父孫中山後面的幾棵樹要砍掉 這玩笑開大了吧 這個會對中華民國有什麼樣的影響 不知道欸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要慎重考慮喔 這個真的已經不是 我現在不是在道聽途說 而是真的啊 我們真的 任何一個人的祖墳 後面有樹要砍 我們都要溝通協商很久的 為什麼這個國父紀念館樹 書砍就要砍 而且都是隔一條馬路的 請問又跟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實在是很想了解喔 就是到底隔一條馬路 那麼多的樹為什麼又有這些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 真的我們不是學這個的 但為什麼我們站出來 我覺得 我是台北人 我是一個從小 一直到高中才看過牛的台北人 我是一個歹巴掃這樣子 我常常覺得 身為台北人好像有時候 很對不起各位 這個不是台北人的各位 好像我們天龍國的人 思考好像跟別人不太一樣 但是我現在也要 以一個台北人的身份來告訴大家說 其實 台北人也有 這比較清楚 台北人也有 不是只為了經濟為唯一的目的 就像陳森這個 陳森大哥最近講的說 為什麼拼經濟是我們唯一的選項呢 為什麼不能有中間值呢 為什麼沒有黑就只有白呢 所以我覺得 像今天主辦大會提出來的 這個計畫 我都聽懂了 老師教授說的這些 我覺得都是很淺而易見的事情 也希望台北市政府好 市長 希望這個遠重樂 趙文市長 真的好好的去冷靜下來思考一下 到底大巨蛋建成之後 只是一個很會賺錢的商場 還是是一個跟在地的居民 跟台北市容 跟大自然 合為一體的這個建案 我覺得是非常不同的事情 謝謝大家